日本據信最快在8月底開始將經過處理的福土核電站廢水排入大海 中國一直反對日本這個計劃並拒絕派出專家參與有關討論 據日本朝日新聞在星期一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說 排海計劃很可能在美國、日本和南韓三國領袖下星期在華盛頓舉行峰會後沒多久實施 報導說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峰會上向美國總統拜登和南韓總統韻石穴當面解釋排海計劃的安全性 日本在2011年發生海嘯嚴重損壞了福島核電廠 而日本政府為如何安全處理核電廠內冷卻燃料棒的核廢水作出極大努力 今年7月4日國際原子能機構發布報告認可日本的排海計劃 表示福島第一核電站經過處理的核污水排放入海符合全球安全標準 南韓政府認可了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權威和日本排海計劃的安全性 但中國政府說日本方面的排海方案並沒有得到國際社會普遍理解和認可 又敦促日本立即叫停排海計劃 之前日本媒體引述多名政府有關人士的消息說 日本政府向反對東京電力福島第一核電站處理水排放入海的中國 提議設置專家和實務人士參加的磋商機制 但中國方面還未回應 而同時北京已經開始對日本海產品製出更嚴格的管控措施 中國據信已經開始對日本進口的海產品進行全面輻射檢測 日本政府發言人說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之前亦表示 部分日本對華海鮮出口已在中國海關被攔截